中爸爸在北城 收下的文字 当最重要的創作文材 成为结构的丹宿昕 与检查丁电脑提发 丁方式創作 继续为青人贵心的 最听中和中心作坏的过程 这次在中心 高中度数冠富士 丁宿电脑作品 核心标识丹宿昕的作品 结合他对家的影响 青人丁完首 又听到他的故事感觉 特別感动 就是用尽他的力量 然后想把他的画 就是这样子传达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去猜他在鞋舍 丁宿昕的述家丹宿昕 丁宿昕 他的爸爸因为心机惊讶 在北城都一年七个月这么过程 当时不可以登堂和公园 因为有做汽车 才能当生日和家人交通 丁宿昕表示 他从爸爸生日作为創作文材 就出了手法式起爸爸最痛 听完丹宿昕对作品的导演 还是都感觉很感动 就是用他的家做出来那幅画 因为他有一些些家的元素窗框 还有那个红色 然后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诠释 然后听他讲完之后 就觉得说很有趣 老师拿出来的那个爸爸写的那个字画 就是看了就是会有点小鼻酸 就是觉得很感动这样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在剩下 就是跟爸爸相处的时候 可以多孝顺爸爸一点 我最有感触的也是第一幅画 因为那时候我的外婆就是也有住院 然后我有去陪她 然后那时候就是跟上面那个皱皱的那个一样 就是觉得自己的心很纠结这样 很怕她去世 然后就是觉得很有感觉 这次的创作我就是以她写的字 当作一个媒介 然后我把它利用缝绣的方式 绣在水龙秤上 然后把水龙秤溶解之后 那个字就会单独的独立出来 然后线跟线之间也会有一点点 那种纠结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我就利用这些字 来创作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但修行这次展出的 是以为止空一半年 去设台南艺术大学开市 三年来创作的作品 以至出《纤维尤天前的青春牛母》 《金庄师丁顶》 《化学的青春金色山》 《索加山丁顶》 都可以作为创作媒体 那她在纤维艺术上的创作呢 很值得我们能够力领来欣赏 那相信社区民众 或是我们的同学们 都可以从中获得 在人生学习路上的另外一个新境界 那纤维艺术这一块 算是比较独特的 希望在同学学习範围 能够多视野多触角 孙淑欣女士她对这个失恋爸爸 然后一个议长很优秀 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参观 浩峰表示 做到较不一样的成为技术 希望开脱学生在技术方面的时下 也做到每一位技术家的高速 让学生有新的企划 记者 陈生一参谱